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十年前文杰在公司是当年公司的行政 有一天他跑过来 第一个录音带给我说 他想尝试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我当然很压抑 一个没有经验的素人 他要当节目主持人 基本上有一定的困难度 所以我还是要听他的录音档 录音决定说他是不是可造之材 我们台湾人会说 录夫砍一门 休闲在个人 第一次开口的时候 一点都不高兴 因为你也很期待 终于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节目 但是我从早上八点一直紧张到十一点多 因为我记得 我第一次现场节目是中午的十二点 而且它是带状的 礼拜一到礼拜六 那种兴奋之情可想不知 但是一开始要开口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就算新闻内容 或一些节目资讯都准备好了 但是你只要开口看到麦克风 你不知道要说什么 所以可以说很坚重 开始啊 没减凉啊 好 然后直接来到北方 双手 那是应该是七五八年车 当时他如果没有这个 金台湾广播电台 这个张董事长 他是教我怎么开口的人 他也是帮我开一次 让我进来 如果不是他开了这份 或许没有今天都能解 所以人家说 吃粿剂拜太多 我也常常在感写说 如果当时没有他 帮我开嘴 让我有机会 这样我今天也没法再来够吃 对 真的是很不简单哦 我们就跟电台是一样的 就是说刚刚一开始 那个起步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经历种种的那种挑战 文杰这个小孩 老实说是年轻 就干劲充劲 很有拼啊 那种感觉 老实讲是很不可多得 有些人遇到一些问题 或遇到挫折 都会啊 我就放弃 这个年轻人 老实讲给我深深的感觉之后 他很有那种拼斗的感觉 不服输 这些是我们年轻人的感觉 我都这样说了 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家人 我们就是用一个体贴关心 然后还有照顾他们的心 然后就是希望说他们可以 听我们的节目 经由这样子的媒介 然后去得到一个健康 那这个健康不一定是说 使用产品 或许他听了节目之后 他心里面会有一些慰藉 有可能他的小朋友 可能在外地没有办法回来 然后我们就是可以陪伴 有这样陪伴的心 然后让他有一个慰藉 或许这样子的话 心情开朗 他自然就健康 我经常说 你不用吃药 听着牧 你也可以心情欢迎 我要引记徐北庸大师的一句话 人不可以有傲气 但不能没有傲骨 傲骨是支撑他成长的一个动能 但是不可以有傲气 因为傲气产生了以后 就会舒服很多的细节 在一个成功的概念里面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我希望这个可以让他有一个警惕 然后时时刻刻想到成长的过程 不容易真是这些成果 在广播圈这十年浮浮沉沉 然后后面的这几年 虽然说慢慢地做出了自己的成绩 但是我想这种是过去听众 然后一路上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像我们最近办一些听友会 我们还有十年前的那种听众 然后他出现在我们的听友会里面 所以我很感谢说 一路走来不管说在哪个阶段 上车的这些听众 我想他们既然上车了 我就希望说他们可以 跟由我们的彩色人生的这般列车 然后可以一路地这样子到终点 就是说由健康的概念 传达彩色的人生 然后给我们的听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